各位主人你们好我是小爱 欢迎来到AV日本教室 每天一部小电影生活多姿又多彩 相信很多主人们都去过洗衣店 今天是介绍一部 就是在洗衣店里面发生的 这部番号YAKO008的日本AV 一开始的时候女主角在洗衣店洗衣服 这个时候第一位男主角就出现了 经过一轮的交谈后女主角就跟了男主角回家 原来女主角很喜欢在洗衣店找猎物 之后就跟她回家大干一场 在第一节里面女主角跟男主角开竿 经过一轮的战斗后 他们就睡了 女主角睡醒后觉得不满足 之后就去到厕所自我解决 离开后女主角换上一套校服 再去到洗衣铺找其猎物 原来女主角是一位学生 第二段是她找到另外一位男主角 之后到她的家 男主角换上另外一位朋友 经过多人运动之后 女主角也感觉无必畅快 不知道各位主人有没有试过在洗衣店有谚语 如果有的话不妨和小爱说一声 你主人们也可以尝试在洗衣店找其他小哥哥 如果对荆棘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记得订阅小爱的YouTube Channel 小爱也会很爱各位主人 每天来依泡生活才健康 希望各位主人们幸福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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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